本视频由托贝尔原创制作 现在汽车的发展已经更趋向智能化 以前老式的汽车配件在逐渐进行更替 这本是时代发展的自然规律 但也有几家欢喜几家愁 习惯了以前老式汽车操作方式的人 还真的不太习惯太简便智能化的系统 现在非常流行自动挡挡挡方式 但如果你不认识这些挡杆 送一台车你可能都开不走 一 直排式 这种挡杆非常常见 操作也很简单 不像以前老式汽车的手动挡位 还要寄清换挡方位才行 这种自动挡杆只需要向前后推拉 但它也存在缺陷 容易盲挂挡位会搞错 二 阶梯式挡杆 这种在一些中高端自动挡车型上很常见 也算弥补了直排式的缺点 换挡时不容易挂错 只是稍微要费点时间 三 旋钮式挡杆 小小的挡霸在中控区会显得更高级 将空间感进一步扩大 视觉效果很好 在很多豪车上会出现这种挡杆 但也容易出现盲挂的隐患 四 电子挡杆 电子挡杆未来可能会成为大趋势 它能够与其他配置相互配合 判断你是否操作正确 最重要的作用是保护变速箱 也能提高行车安全指数 目前一般出现在高端车型上 五 按键式换挡 这种挡位可以说是懒人们的福音 换挡只需按一下自己需要的档位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阿斯顿马丁的一些车型上就有这种换挡方式 省去换挡动作 未来也可能被大部分车企采纳 六 地排式换挡 这种换挡方式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因为它能够最大程度与变速箱保持一致 能减少故障率 虽说现在换挡方式多种多样 很多老司机还是喜欢以前的机械手刹 自动挡霸 看上去美观大气 但维修成本更高 相信未来可以将二者优势完美结合 既提高安全性也更美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